日前寒流来袭气温骤降 让感冒流感病毒蠢蠢欲动 上呼吸道感染、咳嗽、流鼻水等一般感冒患者人数增加 市府卫生局表示 从10月到现在台中市有7例流感重症 其中有6人没有接种疫苗 也呼吁民众重视疫苗施打的重要性 如果有症状出现也要尽快就医并且多休息 天气冷嗖嗖随着寒流来袭气温下降 让感冒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 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的统计 从去年10月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7例的流感重症 而其中有6例没有接种疫苗 虽然公费疫苗病毒株猜错一种B型流感病毒株 但仍然是具有保护力 呼吁民众还是要施打疫苗 我们那个疫苗株的确是要预测的 然后才能够培养 那实际上他只是说他那个三个A跟B 事实上有三个 事实上只有一个才做 事实上还有两个株是都对的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这样就不打 因为他还是有一半的效率 今年流感可能是因为公费的流感疫苗 可能有B型的疫苗病毒株 可能有点猜错的情况 所以流感的人数比往年多了两到三成 不过公费流感疫苗的话还是有把A型流感病毒株猜对 所以再加上A型流感容易造成重症的情况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赶快去施打 一般民众很难分辨流感和一般感冒的症状 医生提醒民众若是出现发烧或是肌肉酸痛等全身症状 就有可能是流感 而一般感冒像是打喷嚏 流鼻水喉咙痛等上呼吸到感染等症状 超过一周没有痊愈也建议要尽快就医 以免产生严重的病发症 如果你感冒的话 我通常建议你一个礼拜没有好的话 一定要来看医生 对啊一个礼拜 这可能就是你轻微的打喷嚏流鼻水 鼻塞 这个可能在家里可以观察 重点是要提升自己免疫力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要多喝水多休息 对啊如果你真的一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要发现说 会不会你是有一些感冒之后的病发症 像是你可能有鼻痘炎 有可能有扁桃腺发炎 对甚至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像会咽炎 有可能会阻塞呼吸道 那个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要来给医生看一下 球楼季节呼吸道病毒耗发 民众除了做好保暖工作 多喝水多休息之外 咳嗽打喷嚏应该戴上口罩 尽量避免前往公共场所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接着转转台中才能报道 谢谢大家